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脸偏红棕的那种感觉 但是整体饱和度比较低 我觉得上嘴的话还可以算成是一个裸色 但是也会受一点唇色的影响 看起来就是比较暗的那种棕橘色 薄涂一层的话就能盖住 涂第一层的时候觉得好像会有一点扯皮式的感觉 但是在继续往上叠加的过程中 就会感觉到那膏体越来越润滑 越来越好涂 到最后我觉得它甚至不算是纯雾面 是有一点点光泽的那种断面的感觉 这个裸色我觉得它倒不是会显黑 但是我觉得它也不是那种会非常体气色的那种裸色 会有一点挑风格吧 薄涂比后涂更白搭 但是后涂的话会更有味道 想到我里go crash这一支我还挺期待的 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特别 我手里没有的颜色 但是涂上嘴之后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就这 我在手上试的话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棕色 但是涂在我嘴巴上就是一个砖红色 显白倒是挺显白 但是我就觉得不洋气 就有一点点过时的那种感觉 当然见人见智啊 只是我个人喜好 我觉得我不太喜欢这种颜色 嗯 你们觉得呢 哇 我跟大家讲 它薄涂跟厚涂完全不是一个颜色 薄涂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自己 我说这个红怎么这么俗气啊 就是看起来就显得我又不白 皮肤又不好的那种感觉 但是一旦厚涂 我的天哪 就是那个浓郁那个饱满 真的对得起它色号起的这个名字 当之无愧的C位色 配上它这个雾面 真的好看死了 我的天哪 用我的形容来说的话 又是那种十米外 只能看见一张红唇的地步 非常饱满 非常显白 我感觉我连我的牙都白了一个色号 它这个膏体的这个尖角 我觉得还真挺适合 涂这种唇风的感觉 也挺适合勾勒两侧的那个 边边角角 我觉得红坦色爱好者的话 就是可以试一试这一支 我这次买的唯一一支 雾面唇釉之底的是 Posh这一支 我觉得它在涂抹的过程中 是非常的舒服的 我会感觉到里面有一种油感在 但是也是因为它这个比较润 比较油的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在你抿开的过程中 你会觉得有一味的感觉 虽然颜色能涂均匀 也能抿均匀 但如果你涂的比较多的话 你会发现 嘴巴上的颜色 是有深浅的那个对比区别的 这个瑕疵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 我觉得和那个 阿曼尼红管 是有一点点 相似的那种感觉 它的味道也挺好闻的 我感觉就是像那种甜点的味道 非常想吃 这个整体的颜色 我是觉得很有那种木质的 那种秋冬的感觉 我今年是有点喜欢这种颜色 如果大家要买的话 要看一下自己的风格 是能不能接受这种 比较成熟气质的这种感觉 这个唇油我买回来之后 是用了两次三次的 就是管口的这个封口的小盖子 然后刚才拔出来的时候 它就被整个带出来了 然后搞得那个膏体那脏脏的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包装上的瑕疵吧 好了 这次这个全都试完了 不知道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 我买的这些合到每只 大概是60块钱左右 这个价格当然算是平价 但也不是最便宜的那一档 我觉得它固体的口红 更出挑一些 口红的顺滑程度 然后它颜色的饱满程度 我觉得非常好 后续也没有很难受的 那种拔干的感觉 也没有搓泥的现象 也不会觉得特别特别显纯纹 雾面唇液 长时间带妆的过程中 就会逐渐的变得 没有那么的油润 会相对更雾面一些 这个颜色我一直觉得眼熟 我来试了一下 跟那Slow Red真的很像 这四肢颜色 其实我觉得都有点眼熟 然后我把我觉得 可能会比较相对的颜色 给它们放到一起 对比给大家看一下 做参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那就记得帮我点赞 让更多人能看到我的视频 我是香美 我再见